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凉拌腐竹营养非常丰富 酸辣爽口,有嚼劲 是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吃的一种美食 今天滔天就给大家分享凉拌腐竹最好吃的做法 拌好后比饭店的大厨做的还要好吃 首先准备一把干腐竹 用剪刀剪成方便入口的小段 挑选腐竹的时候要选择颜色蛋黄有光泽的 这样的腐竹吃起来营养是非常的丰富 可口而且还有嚼劲 然后再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 如果不着急吃的话 咱们也可以提前两个小时用凉水浸泡 再来一勺白醋加速泡发 另外取一个大碗放入一把干木耳 加入一勺白砂糖 一勺普通面粉 倒入4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 木耳里加了白砂糖能减少泡发的时间 面粉可以有效的吸附木耳表面的脏东西 另外取一个清醒干净的黄瓜 切去两头不能食用的部分 然后用刀把黄瓜拍扁 拍扁后切成方便入口的小段 切好后装进大碗里 加入一勺白砂糖把黄瓜腌一下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放在一旁备用 清洗干净的香菜一把 切成香菜段 切好后收进碗里备用 准备好的大蒜子4-5克 拍扁后切成蒜末 葱白三根切成小葱花 切好后收进碗里 小米辣4-5个切成辣椒圈 能吃辣的小伙伴呢 咱们也可以多切几根 切好后收进小碗里 再来一勺熟芝麻 一勺花椒面 一勺辣椒面 起锅烧油 凉锅里倒入适量的凉油 倒入一把花生米 用锅铲搅动 使其心瘦肉均匀 这个时候要开小火 慢慢地炸 防止炸糊了 一直炸到花生米颜色变深 并且有连续的炸裂的声音 就炸好了 炸好后 莲油一起倒进料碗里 将小料积出香味来 用勺子搅拌均匀后 咱们简单地调个味 两勺生抽酱油 两勺香醋 一勺食用盐 一勺鸡粉 一勺白砂糖 中和咸辣味 几滴小墨香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后 咱们的蜜汁料汁就调好了 用这个料汁拌其他的凉菜 也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腐竹木耳也泡好了 用这种方法泡腐竹 不仅可以缩短时间 泡好后中间也不会出现硬心 用手将泡好的木耳 简单地清洗几下 水开后 将腐竹倒进锅里 焯一下水 去掉豆腥味 焯水的时间呢 不能太长 2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焯烫好后 控水捞出 倒进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里 过一下凉 把木耳也倒进锅里 煮个两分钟 然后控水捞出 倒进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里 过一下凉 这个时候 黄瓜也腌好了 可以看到腌出了很多的水 滤掉水后 倒进大碗里 过凉的木耳和腐竹 控干水分后 也倒进去 一定要把腐竹里的水分挤干净 这样才能更好的吸收料汁 吃起来口感是更加的好吃一些 倒入切好的香菜段 最后把调好的蜜汁料汁也倒进去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吃了 腐竹香辣麦角 黄瓜清脆爽口 木耳清爽解腻 是左酒下饭的不二选择 不想吃饭的时候呢 拌上一大盘 瞬间是胃口大开 喜欢的小伙伴 赶紧尝试一下吧 饕铁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 点个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